3月28日凌晨,参加完新剧远大京城发布会的《佟丽雅现身伤害机场》 一身休闲风衣,血腺腰细腿,头戴黄色帽子,现胡泼 近镜头独嘴卖萌比威,十分可爱,还大方和粉丝合影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一组佟丽雅与陈思成爬长城游玩的照片 照片中佟丽雅戴着棒球帽,一身休闲打扮 短裤大秀美腿,其中有一张照片是陈思成背着佟丽雅 两人笑得十分开心幸福,似乎已经和好如初 但随后就有网友拔出了真相 原来这是三年前的旧照,佟丽雅微博中晒出的2015年游长城的照片 和此次曝光的照片里是同款造型 2014年陈思成佟丽雅晚婚,娱乐圈汇总百位明星助阵 两人的婚礼也成为了娱乐圈中的大事 婚后两人也是一直被认为是金童玉女狼才女貌 但是随后出轨门新闻得传出,让两人的关系进入发生转变 很多人开始不看好两人的婚姻 不过今年大年初五,有网友晒出了陈思成和佟丽雅的亲密同框照 两人一起现身共进晚餐 期间陈思成一只田篓身边的佟丽雅非常恩爱甜蜜